螢幕不用Sharp Sharp我 來吧 影音展的魚波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品牌 見到很多新奇刺激的產品 借回來試試 其中一個就是這部 Seedo X20 Pro 同一個時間有四個模特兒 X20 Pro就是最高階 X20 對下還有兩個比較入門的模特兒 千多元已經有交易 但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多媒體網絡串流播放器 串流是我加進去的 可以串流可以不串流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已經有兩個小櫃桶 可以進入自己的硬碟 你的硬碟裡面放了什麼 就你自己知道 可能是心愛 不知是哪裏拿回來的東西 它可以讀到4K Blu-ray的檔案 影像不是我的重點 在我這個試音房出現的 當然是關於聲音的事 它最高階的兩個模特兒 就叫X20和X20 Pro 兩部機一樣的 兩部機 因為它真的在聽歌方面是Pro 第一它有XLR的Output 如果你的前級是有平衡輸入的 那你就已經可以玩了 第二它是用9038的解碼 去輸出音樂的file 所以除了你真的看片之外 如果你是想一暫時 聽完你之前可能 Rip了很辛苦 Rip了很久的碟 或者是你 就算是串流用Apps來聽歌也好 理論上都會是好聲一點的 那我就把我那個 放了很多我精選的碟 的Harddisk 就已經插進去 櫃桶裡面 現在就示範怎樣播歌 很簡單 其實不用怎麼看說明書 你看到有很多東西選 其中最簡單的就是選擇一個Folder 一進去 你就已經看到我那堆歌在裡面了 我那堆Rip了的歌的Folder 但是去到這裡 聰明的朋友 就會問一個問題 咦? 我聽歌而已 幹嘛要開電視 開了電視來聽歌 沒錯 它已經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 你真的如果 拿來聽歌 你是不需要開電視的 它有一個功能是這樣的 開這個叫Control Center 按了進去 就有個QR Code 那QR Code 那大家當然拿手機出來 那你見到QR Code 就找個相機 就一對它 搞定了 一對 然後你就會入了一個網址 有一個版面 可以直接 在這個手機上 控制 選擇裡面的歌 所以現在 咦? 在這裡 好了 找到電視去控 那我可以關掉電視 然後我就在這裡播歌 現在它一上去 已經是 遙控了 那我有一隻HARD DISC 這就是我HARD DISC的名字 我剛才想聽 對了 我想聽Ever Cassidy 正在播了 好 好 好 那你變成 其實你 其實你 放了這隻HARD DISC 進去之後 你就正在手機那裡 就可以控制了 由下面入門級 數上來的三個產品 都是主要給人看片 看4K的檔案 用的 那些功能 之前 其實POST76的小室 都已經 說過 你可以上網 爬一問 我今天 做的就是真的在這裡 試聽 即是試我之前 REAP了的WAG file 在裡面 我試聽的感覺就是 始終比我 用YAMAHA的CD機 聽CD 是比較數碼 未重的這些聲音 給它數碼少許 即是可接受的範圍 你玩CAS 還有 你玩CAS 其中一個 樂趣 就是在你REAP碟 做File那裡 那它的方便就是 你一REAP完碟 一掛一隻HARD DISC 就馬上在櫃檔裡 一插下去 它就可以播到 那你可以立即 可以試到 我哪一隻 我哪一隻File REAP得漂亮 我怎樣REAP得漂亮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樂趣 那還有 我這些是剛剛想試玩CAS的人 它方便 它可以用手機控制 它前面其實有 有USB IN 你插手指又可以 後面有很多種 IN OUTPUT 給大家選擇 又拿來看片 如果你覺得 Top Model是貴的話 又不需要 XLR output 其實可以放回一格 去下面的X20 因為X20的樣子 其實跟Pro是一模一樣的 它那些櫃桶 後面的IN OUTPUT 即是除了XLR 那些是一模一樣的 那以方便性來講 我就覺得 X20我都會很推薦 因為我自己 都沒有用到XLR 你是想有一個 網絡的媒體播放器 或者你不知道哪裏 下載了 如果我收到很多4K的影片 也好 你要找一個地方播放器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牌子